给大家带来一道生铜版的鱼香肉片 然后我们的主料有猪肉片 我们切好的 然后最好飞下水的猪肉片 然后差不多是150克 然后黑木耳差不多30克 然后葱片姜片还有蒜末 还有一点点的脾鲜豆瓣酱 好我们现在开始操作 先热锅中小火热锅 然后放油 然后我们接下来爆香蒜末 然后接下来下姜葱 因为我们希望它的蒜的味道 稍微浓一点可以先下蒜 然后葱和姜都不需要炸的太糊 然后接下来小火 我们煸香脾鲜豆瓣酱 我们慢慢把这个皮鲜豆瓣酱煸出红油来 然后我们接下来下入五花肉片 然后也是小火慢慢让它吐油 我们盐锅边烹入花椒酒 150克肉片用花椒酒的用量大约是五到八克左右就可以 我们在盐锅边烹入少量的生抽 差不多是五克左右 一点点的老抽调色 然后加入一点点的高汤 把这个味道慢慢入到肉片里边 这个时候可以落入适显糖醇 这样的话就有一点甜味 接下来盐锅边烹入香醋 烹入香醋的目的还是去腥增香的作用 然后这个吃不出来这个醋味的 放入黑木耳 好 我们接下来准备装盘 好 一道家常版的鱼香肉片就完成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